第五百七十一集 枪枪枪的 十一位大能还有两个老妖孽 全都被剑芒笼罩了 这是一种源自灵魂的震慑 神王杀意如刀 汹涌向四面八方 蹦的一声 瞿空被撕开 将太须一只大手探出 化成道的存在 生生将一位圣主级人物抓在手中 众人亥然 这 神王手段逆天 秘书一展 将大能都可以射到手中 根本无法逃脱 这让在场的人毛骨悚然 这位圣主级人物惊惧 神王 神王恕罪 到了这一生死存亡的时刻 他用力呵好 想要解说什么 哭的一声 可是 江太须根本没有给他任何机会 他古井无波 大手用力一抹 半空中血光蹦剑 一代凶主 就此称为 飞飞 什么都没有剩下 这片天地像是沸腾了 绝代神王 斩出斗战圣法 意味着 他要大开杀戒了 谁都知道 他五千年来战力第一 斗子爵一出 谁与阴风 一个绝世老妖孽大喝 诸位 你们还想活着吗 不想死的话 就尽所能出手 没有人可以平静 神王一怒 这方天地都在摇动 其威势无比可怕 直接就抹杀了一位圣主级人物 必须破釜沉舟 与他决一死战 因为 眼下没有办法逃离神城 横宇圣炉封锁了古城 与外界彻底隔绝了 呼的一声 一只巨大的白骨帆 镇压了下来 伟然耸立 像是一座白骨大山一般 沉重于巨大 这是一位绝世老妖孽 激烈了一生的武器 早已交织出 可不的天地秩序规则 是一件 唯一能害人的重器 可是 面对白骨山岳一样大的摩帆 将太虚依然无惧 勇往直前 一意全向天上轰去 同一时间 其他人也都出手 交织出法则的重器 化成一颗颗宇宙大星 压落了下来 无边无际的威压连在一起 形成绝世杀机 将神王彻底笼罩了 神王无双 眸子射出电芒 漆黑的长发向后飞舞 他逆天而上 一往无前 根本没有退缩 动的一声 上古吞天魔管轻轻震动 发出一股让人悚然的气息 将漫天的神兵几乎都挡住了 神王无痞 锋芒毕露 像是回到了四千年前 意气风发 唯我独尊 他的拳头上出现了一道道的先天道意 悬傲无比 他气势害人的一拳 竟直打在了山岳般的白骨大帆上 天地抖动 像是回到了上古战场 似有无边大军在剧烈大战 声音隆隆作响 啪嚓一声 斗战圣法 攻击力举世无双 神王一怒 天地失色 显化出天地神文的拳头 将白骨大帆打得崩裂在高天上 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 而后 轰得一声爆碎 彻底成为鸡粉 光芒四射 白色骨蟹纷飞 犹如一场烟花绽放 将太虚毁灭白骨帆杀到近前 那名老妖孽 嗷的一声大叫 眉心堂血 像是稻草人一样飞了出去 他差点被江神王给豁辟了 天空中 一口大钟镇压下来 却是被神王一巴掌拍得四分无裂 交织出的秩序规则 刹那破灭 所有人都心寒了 这种祭练多年 烙印下天地道印的重气 都经受不住江太虚一击 这还如何抗衡呢 诸位不用担心 将太虚刚复生 并不能持久大战 我们只要拖到他力竭 必可杀他 一位爵士老妖孽大叫 哄的一声 众人合拢将神王包围 开始刻印道文 要将他阵锋 同时祭出一件件重气 勾动大道 与借助天地之力压制他 可惜 砰的一声 他们的打算注定成空 神王如真龙不可阻挡 轻易就可洞窗虚空 斗战胜法斩出 无论是道文还是重气 都根本拦不住他 呛的一声 江太虚将一杆紫色的长矛 夺到手中猛力一抖 将一座压落下来的骨塔挑飞 他一步上前 持对方的重气杀了过去 所有人都对他出手 但却攻不破 上股吞天魔罐的防护 神王谋光如蝶 认准那名对手始终不放 穿越虚空而行 终于是追到了近前 其他人虽然合力出手 阻挡他追杀这位大能 但一切还是晚了 没有人能让他停下来 那名圣主级人物 大叫张口一吐 显天本源惊气冲出 这个级数的人物拼命 绝对是恐怖的 催苦拉朽 任何高手都要躲避 然而 神王脸色冷漠 没有任何的变化 紫色的毛风一点 轰的一声 顿时将那名大能的 先天本源粉碎了 且 长矛在神王手中 蕴含天道法则 将这名大能封在了虚空中 方若被捆覆在木桩上 不吐一声 神王一抖紫色毛风 将这名圣主级人物洞穿 活生生的挑了起来 而后猛力一阵 碰的一声大响 血雨纷飞 又一位大人物陨落了 其他人惊悚 这可是圣主级人物 天下间的绝顶强者 纵然与人交手战死 也几乎不可能被这样挑杀 绝对神王神威盖世 又有上古吞天魔罐防护 几乎不可战胜 到了现在 没有一个人敢上前了 此时 几乎所有人都萌生了退役 恨不得立刻逃离神城 怎么办 神城被封退无可退啊 九位圣主级人物 还有两名老妖孽 全都心寒了 没有任何办法 将太须持毛而立 一步一步向前逼紧 杀意更浓了 他没有怒吼 没有悲哭 有的只是杀意 要以这些人的血 来祭奠 来祭奠采云仙子 终于 有人承受不了神王的杀意 绝代神王 以异象封住了此地 这显然是不想放走一个人 虽是深夜时分 但是此时此地却一片光明 将太须展出自己的异象 神王净土 这是一方归美的净土 灵犬姑姑花草成片 简直就像是世外桃源 然而此刻却有无尽悲意 满天花雨在飘洒 片片燃血 神王站在净土中央 一手抱着采云仙子的尸体 一手吃紫色颤毛耳里 一名爵士老妖孽喝道 江太须 你就不怕我们鱼死亡破吗 神王不答 一手揽着采云仙子 一手吃颤毛 一步一步向前逼来 血色花雨 将太于采云仙子环绕 这怎么办 在神王净土中 江太须是绝对的神奇 神王是东黄的王 他超越了昔日的巅峰 我们如何战呢 神王净土中的人都慌了 现在想逃都不能了 在这片神王异象中 江太须是绝对的主宰者 一名爵士老妖孽大吼 我们一起展开异象 破碎神王净土 各种异象分成 五色神王冲天 七彩锐光四射 可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神王净土牢不可撼动 且上古吞天魔馆 像是永恒的守护之墙 在净土中沉浮 抵消了所有异象的恐怖神力